欢迎收看龙哥的特别解盘节目 我是千涵 我是钟哥 节目开始前想先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跟留言哦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留言 那按赞的部分呢 是因为每个赞对我们都是最大的鼓励跟支持啊 那还有没有加入龙哥LINE群组的 也别忘了赶快加入哦 小老鼠BPA5820H 有任何问题团队都会第一时间回复你哦 那也不要害羞就直接私讯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 台股的资金最近有从AI啊 外移到四股器 像是PCB跟散热 我们博智呢 今天就涨停了 还有我们昨天买进的旗红啊 跟双红啊 都是昨天买进 今天就赚钱呢 龙哥 是 其实我们这不得不相信 这种哥过去跟大家聊到 在我们跟着冲银前走 获利自然有 资金流向点时沉金 那其实呢 这散热族群呢 就是我们也不是今天跟大家聊到 其实我们昨天呢 那这个古墨奇兵就有特别跟大家提醒了 那古墨奇兵我们跟大家聊到什么 我们跟大家聊到 资金呢 有从这个AI 已经开始歪到这伺服器了 你要发展AI 绝对不是只有软体就可以了 你还是必须要有这个伺服器 有伺服器 这个高速运算呢 才能跑得动 虽然这边我们看到资金呢 已经有开始跑到这一块 所以我们就顺势跟着布局 那这边只要你有跟上我们的话 你都可以跟着我们一样 昨天买100万 今天就现赚这10万块 不得了 这边是拉巴拉巴 那这边 别忘了 对 加入我们的群组 别忘了加入我们群组 跟大家聊到 所以我们刚一直跟大家鼓励说 就是赶紧加入我们的群组 好康的讯息 第一手的讯息都在里面 你看我们在3月21号跟你聊到这个 散热族群 就是昨天及时跟你分享 那我相信 即便你不是我们的家族成员 只是看我们的影片 只是看我们群组讯息 其实你今天呢 都有机会跟上赚钱 因为他今天开盘 没有说开非常高 所以今天散热族群呢 是完全往上做噴出了 那其实这边 或许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 先前不是说什么缺蛋危机 对 我们去买蛋嘛 嗯 缺水 我们买什么 水资源干育股 那现在呢 这进入夏天呢 那又要发展这个AI 我们就是需要什么 我们很怕热嘛 对啊 散热 对这是冷消耗 对冷消耗 所以我们这边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 如果今天过去之前 其实你可能会担心说金融 金融风暴 或是担心这个FOMC会 对 那我们认为 今天的大涨 你就应该把这些都先放在一旁了 你要赶紧去找什么 资金到底在哪里 对 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认为 这个行情在 季线往上交叉 年限这个过程中 其实会有很多腰股开始现行 那请记得我跟你聊到 即便在高利率环境之下 还是有很多个股维持着高度成长 那这也是我们过去再跟大家聊到 今年指数不是重点 这是区间震荡 重点在哪边 产业能见度高的一个个股 所以请大家要赶紧的把握这个机会 那我们这篇重科是今天加班 帮大家整理这个 今天资金有流入个个股 对 因为今天大涨200多点 那其实盘面上的资金非常的热闹 那如果你没办法快速掌握的话 我相信明天过后 你也不知道要买什么 对 因为你可能怎么办 我妈已经涨这么多了 不敢买 对 那如果有 这时候龙哥就很重要 就是要告诉你 钱会流到哪里去 对 那这边其实我们帮大家证据出来 那明天呢 明天你就可以跟着什么 跟着这些充分钱来去做布局 没错 对 那因为今天晚上就FOMC会 最大的利空 可能就已经高一个段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握 季线往这个年线交叉 而且是黄金交叉这个行情 所以金流向到底往哪边跑 这个非常重要 那龙哥今天会加班 帮大家整理出来 所以请大家可以 私讯龙哥加入龙哥的 古动人生LINE8群组 PVA5820H或者是波打 0277251500 都会第一时间有人回复你 对 那龙哥我想问一下 今天的大盘 今天在台积电带领之下 台股就大涨200多点 那这样这么强力的反弹 很多人就会开始怕了 就是都反弹会不会就不适合买了 对啊 不是要追吗 还是不要追 我刚刚才有跟大家聊到吗 你在今天之前你可以观望没关系 你会担心FOMC会担心金融风暴 这都没关系 但是在这个今天 其实你要相信我跟你讲到了 因为我们过去跟你聊到的是 只要缺口没有封闭 1月3号缺口没有封闭 只要新台币没有出现重点 我们都可以呈现一个偏多看待 对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指数就压述在这边区间震荡 我们刚刚聊到 今年指数真的不是重点 那指数在区间做的震荡 重点是在各国轮动 那今天大涨 其实台电也只是占了一半的贡献而已 其实还是有很多个股开始在轮流冒出头 对 所以今天这个反弹 我认为不是拉基盘 所以你要好好特别去追踪一下 这个金流向往哪边跑 那我们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提到 季线跟连线 对 已经往上形成一个交叉 那不要认为说 我们画这两个圈圈是画好玩的 是有它用力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圈圈 刚好是一个平行的 刚好是一个对的 对 所以这边是会有一个 强而有力的支撑 所以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那这个观点 其实我们也不是今天才跟你分享 嗯 其实缺口跟扣底子 是技术分析里面最基本的 那我认为呢 如果你把这个缺口跟扣底子 放在心上 心中有个底 你就会相信我过去跟你聊到 短线急杀 将是波段的一个好买点 但是有的人会跟你讲说 呃 就是要相信政府啊 是什么 那我觉得那个都是其次 因为其实你相信政府 那政府会不会就放手不救 比如说雷曼兄弟 美国政府就是没有救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与其你靠那个 我觉得这样分析好像有点相怨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 焦点放在这个技术分析上面 其实我相信你心中会有个底气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技术分析 它也不是随便乱画给你看的 对 所以技术分析什么 由市场上所有的钱进场区交易 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交易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告诉我们 现在指数就是区间震荡 指数要开始走一个扣底啊 这个连线扣底往上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过去再跟大家到 你这边要打空单的话 或许你要很小心一点 那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到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你是怎么判别 当你怎么打空单 怎么赔钱的时候 你要相信这边是走一个多头行情 所以你没有必要为了一个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而放弃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那其实美股就是也是走一个区间震荡 它连线呢 也要开始往下扣底了 所以我相信呢 在应该在半个月过后 其实它的季线呢也会开始往上交叉 这个连线呢 所以这边你要把握的是 这样的机会 那你不用去预设那一场说 怎么办 是不是会真的发生金融海啸 那这边我们会再用个大数据 来帮大家佐证一下 其实呢这个观念 我们先前也跟大家聊到 这个崩盘呢 其实很大家不喜欢崩盘 其实我也不太喜欢 但是没有破坏哪来的一个财富重分配的时候 但是崩盘不会发生在这个timing点 为什么呢 我们从过去的统计上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崩盘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降息 对 降息循环 对 经济衰退 而且是进入降息循环 你可以看到2006年到2008年 这两年是整整走了两年的大多头 直到什么 经济真的衰退了 这份统计资料 这份大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升级公债殖利率是往下的 我们有跟大家聊到的是 今年要好好特别留下美债殖利率的走势 那它会是一个拐点 那其实我们这个都讲在很早之前 那只要你有持续追踪我们的话 我相信应该说这个礼拜的反弹 你应该是都有赚到钱了 那这边就是请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跟这种歌分享获利的喜悦 那接下来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次 就是缺口位置还有季线跟年线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你也不要觉得这种歌好像这个 怎么一直讲一直讲 进入老年了 然后这边就开始给唠叨 其实绝对不是 我们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加深你的记忆 那希望你可以在那边把握这个 只要没有跌破那个支撑 只要可以把握个股轮动的机会 所以这份资金流向真的非常重要 没错 马上私讯龙哥的小鼠BBA5820H 或者是打电话0277251500 都可以快速有人来回复你哦 对那我们这边再帮大家验证一下 其实这份是先前我们线上讲座 点火选股线上讲座 跟大家分享资金流向表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个股到今天呢 还是非常强势 比如说安晴今天供到这个涨停板 优群也是又涨停板 所以你不要轻忽资金流向的一个威力 那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 其实你的好朋友有可能会欺骗你 就像这个拉拉姐 拉拉姐跟我讲说 她只有吃饭吃很少就会瘦下 我就不太相信怎么可能会这样子 那或许有些人会因为一些善业谎言而欺骗你 但是呢 这个钱是不会骗你的 因为没有人会拿钱来开玩笑 所以这边真的有人买的龙哥都帮大家整理好放在群組里面 所以 龙哥也不会骗大家 对我们不会骗大家 绝对不会 那我觉得拉拉姐这个不知道是真来假的 这吃少了 减肥就是要少吃啦 好吃这样子 好好好 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但你赚钱一定要先加入龙哥的群子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聊到资金流向表 其实龙刚还是非常强势 昨天创新高 先说虽然说有稍微的压回震荡 但是我认为涨多会震荡是很合理的 那另外细微 龙虽然说收个黑鸡棒 但是今天又开始做的收高 而且是准备在网上创新高 对 买100万 对啊 你就可以先赚33万 而且这33万我们是一张都没有卖 没错 跟先进逛一样 我们一张都没有卖 竟然我们认为 一直帮大家追踪 对竟然我们认为他有机会赚 可以赚一倍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间前去做下车 其实有时候你为了赚这个短线价差 你有可能为了赚3块赚4块 你有可能后面就错过340块的利润 对 所以这边你要去用量缩震荡 拉回没有破跌的时候 一般人买股票 对 其实就是你买了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买 有时候他涨一点点 你就会觉得好像赚够了 赚快卖掉 然后赔钱就赶快抱着 对 但是其实这就是完全因为没有人带 对 所以其实会有点 你要有点逆向思考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抗讯上面 3月6号超进 到今天其实也还不到一个月时间 是的 所以资金流向非常重要 只要资金没有流出 我们就是静静的陪着它长大 那这边其实你可以把握量缩震荡 拉回没有破跌的时候 那这是细微完整的抗讯 你可以看到其实 我们真的是一条一条带着大家出 一张都没有卖 那不管你什么时间点加入我们 只要它有震荡的时候 我就会带大家经常做布局 那你可以看到3月13号股价震荡 我们带大家去做布局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跟着我们 我们都带你 会不会已经来晚了 不会 你真的就只差加入了 你就是来晚一天就是少一条抗讯 就是少一个赚钱的机会 对 你不用担心说我们会带你买一种 涨很高的 或是买一些旧的个股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你去追价 我们是希望你可以用量缩震荡的时候 来去切入这个腰果 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 其实我们的这个纪律 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 没错 对那我相信这个财富是 留给守纪律的人 那这边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 那我们看到了大马 先进方一张都还没有卖 那以今天这现实来看的话 我认为出关之后 它的走势会更夭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资料来看的话 其实进入储置交易 那只要筹码没有松动 是 对那后面就可能 还会再走一个第二段走势 对 那我们用亚当以路来看好了 路关路短位 对路关路短位 所以我们用亚当以路来看的话 等距涨幅 如果第一段涨60% 是 第二段最少也要涨50% 所以后面的量数增大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切入的 这边欢迎大家来找这种歌 那这个光学镜头呢 我们帮大家追踪非常久 1月13号跟大家聊到 我今年会特别看 看好这个光学镜头的走势 那当天是怎样 大力光跌停 大力光跌停我可以跟你讲 今年光学镜头会很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资金 开始在做流入的现象 没错 对那1月29号 我要跟你提醒 光学镜头 其实你可以看到 可能大家都认为说 是手机卖不动 但是为什么他还要 增加资本支出 对调到他的资本支出 他背后看到的是什么 那或许我们都不知道 公司看到了什么 但是聪明姐会帮我们看到 公司是正在看哪些愿景之类的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 跟着聪明前走 玻璃自然有 那还是要 再一次跟大家强调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今天晚上就是联准会利率会议的时间了 那他到底是升息降息 或升两码升一码 其实我们的一般人不太知道 就是你这个结果出来 我们要怎么操作 其实坦白讲 其实坦白讲 怎么了 你要坦白讲什么 他到底会升级嘛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又不是BOWER的这什么 跟P闪是什么回床之的 但是我们根本可以大胆的假设 现在来看的话 通膨大致上是符合预期的 是 那这边金融暴雷 那我认为联准会应该不会再暴力升息 我认为顶多就升息 那只要是符合预期的话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 这既先往年线交叉 符合预期 那这边行情就会往万六来靠拢 那如果他这边不升息 哇那就太好了 这边就是普天同庆的 这边是资金流向各家齐聚一堂 这边会越来越热闹 对这个资金流向 我们今天晚上锁定 对 我们龙的赖群组 我真的是加班 我叫小朋友自己去吃自己 对 这种情形就是 要守在那个 对这种情形就是什么 当我把资金流向把整理出来之后 就要准备跪算盘 对 竟然叫小朋友滚在旁边去 老婆已经 对对对 她正在后面很火大看着我 对 所以这份资金流向表是这种跟冒着生命危险 帮大家整理出来的 那请大家就要赶紧来把握 小老鼠BVA5820H 赶快加入 对 那我们过去帮大家整理到这个资金流向表 其实耀胜今天来看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强盛 因为上阳军舰 我们认为它随时有机会再走一段 那耀胜 其实我们除了资金流向 其实在古墓急兵 或者是一月营收创高个股 都有跟大家聊到过 所以其实你不要错过我的任何一个分享 我的跟你分享其实都有它的用意 那你只要去追踪一下后续的一个资金流向 我相信你应该都可以赚到钱的 就比如说一月营收跟你分享这些个股 其实除了耀胜之外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聊到龙刚也是在这个里面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星象 星象其实今天也是呈现一个板摊拍摄 所以只要你用心去留意这种歌 帮你找这些个股 我相信你都会有收获 所以你也不用觉得说这种歌要害你 其实我们是非常平静的 想要帮大家赚钱的 好吗 非常和善 对 所以其实金流向 其实你要讲它是一个很悬的东西 也是可以的 因为金流向毕竟 不知道它下一秒会是流到哪去 应该是说它也不是看外资 那也不是看这个投信的筹码 其实有来参加我讲座 应该都知道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 那因为我们这解盘音就是只有20分钟 那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帮大家解释太多 或是帮大家每一档都追踪到 那这种情形的话 你就是加入我们金主 拿着我们的资金流向表 然后跟着我们家族成员 赶紧上车 赶紧来转这个季线与年线黄金交叉行情 我认为腰股现行竟然会非常越来越来热闹 那这种歌也不好意思老王卖瓜 一直叫大家来拿 这边我们就 这种事情我们就退给拉拉姐好了 对就是大家 就是你有看到真的是有赚到 所以呢 所以不要再犹豫了 没时间解释了 赶快拨打0277251500 上班时间的话呢 都会有团队第一时间回复你 那如果你是下班时间的话呢 我们也会有表单吗 今天今天没有 今天没有 那就是这样你要加入我们的LINE群组 小要素BVA5820H 龙哥都会放在里面第一时间 对那包括像这个6843的静点 我们先请跟大家聊到 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 哇这听起来多妖啊 所以你不用什么 你不用预念此宫就先什么自宫 那个我觉得 不必 只要加入龙哥寻術就好 多么宝贝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你不需要这样子好吗 你只要加入我们就可以了 那我们刚刚讲到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 它是两档股票 嗯 两档股票葵花宝典是6843的静点 那东方不败是哪一档呢 请大家要好好的锁定我们的群组 跟着影音频道 也许我们在这个某个time 点会跟大家分享 但是众哥要先跟大家预告是 我们从重门来看的话 众哥认为他这边五月要开始进入个转换期 是CP转换 所以我们认为股价已经快压不住了 那这一天的震荡呢 是绝对是大家一个很好的布局time 点 那我们真的不好意思说太多 因为说太多 等到大家 还是要给他留一个悬念 对对对 就是加入群组大家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 因为不然的话 搞得大家都知道 那万一筹码 筹码送洞 把特定人给吓跑 那好像也不好 所以我们就 我们不解释太多了 就请大家赶紧跟上我们 那这边就是再次再次再次 你呢 谢谢1500 你呢 谢谢1500 没错最后呢 也要请大家加入龙哥的LINE群组 小小鼠BVA5820H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上半时间拨打 027725 1500 都会第一时间有人回复你哦 那今天的解盘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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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你 好 就是你